健康傳號開始 大家好我是威靈藥師 現在的人因為壓力大 有些人都有焦慮的情況發生 如果有符合DSM之五的這些狀況呢 就有可能被醫師診斷為廣泛性的焦慮症 那在臨床上醫生會常常使用到詹安諾這個藥物 詹安諾一開始是由普強公司Upjohn 於1969年取得專利的 到了1981年才開始出現在市場上 而之後普強公司被輝瑞集團給併購 成為輝瑞旗下的一個部門 所以目前看到市面上詹安諾藥物品牌呢 是輝瑞所有的 詹安諾學名叫做Aprazolent 在臺灣常見的學名藥有安邦、錦安寧、安博寧等等 一般常見的劑量有0.5毫克、0.25毫克 還有0.5毫克持續釋放錠 詹安諾在歸類上也是一種四級的管制藥 在美國於2018年的時候就開了超過2000萬張的處方 以處方量來說呢 佔了當年的第38名 由此可知 詹安諾也是一個非常常用的藥品 但是吃了詹安諾呢 到底在我們身體會產生什麼樣的作用 通常是使用在什麼樣的地方 以及詹安諾有沒有什麼需要特別注意的部分 一樣我們針對三個部分來跟大家討論一下 第一點 詹安諾吃進身體會產生什麼樣的作用 第二 詹安諾的適應症有哪一些 還有第三點 詹安諾有什麼樣的注意事項以及副作用呢 詹安諾跟之前介紹過的利浮犬 是屬於同一個家族BZD類的藥品 同樣是屬於鎮靜安眠藥 他們都會作用在GABA-A這個接受器 進而穩定神經 因為我之前在介紹利浮犬這個藥品的影片裡面呢 已經針對GABA-A這個系統做了一個介紹 所以這邊就不再贅述 如果想要了解的朋友呢 可以點選上方的資訊卡 但是詹安諾與利浮犬不一樣的地方在於 它是屬於一種中效型的BZD鎮靜安眠藥 服用後大約30分鐘就會產生藥效 所以也常常用在於無法入睡的情況 所以詹安諾的適應症呢 就是可以來緩解焦慮這個情況 醫生也常常會用在緩解失眠 或者是作為自律神經失調的一個輔助用藥 詹安諾的副作用呢 與利浮犬也是相似的 副作用包含 噬睡、頭痛、疲勞、口肝以及憂鬱的情況 同樣的也不能夠跟酒精一起服用 因為詹安諾跟酒精同樣都是由肝臟代謝的 如果一起服用的話會增加肝臟的負擔 而且也會強化酒精以及詹安諾對於身體的作用 會加強你酒醉的情況 另外有些人把詹安諾當作是一種娛樂藥品 也就是毒品來使用 俗稱的蝴蝶片其實就是指詹安諾 長期使用一樣會產生耐受性以及依賴性 還有嗜睡 並且會對於行動力、注意力以及記憶力都會造成衰退的情況 突然停藥呢也是有可能會產生戒斷症狀的 在剛開始戒斷的時候會產生輕微的焦慮的狀況 而隨著時間越來越長 焦慮的情況也會越來越嚴重 同時會影響到你的知覺 還會有類似流言性感冒的狀況發生 另外像是疲倦、不安、厭食、頭暈、頭痛、注意力不集中等等的狀況 也都是會發生的 但這些情況大部分是因為沒有經過醫師的指示 長期或者是突然大量的服用所造成的 一般來說詹安諾通常是用來緩解初期比較嚴重的症狀 也就是它是一種輔助的角色 等到症狀比較穩定之後 我們就可以跟醫師討論 有計劃性的來停止症安諾這個藥物 一般來說都可以很順利的 戒除掉症安諾這個藥 當然有一些依賴 不只是生理的依賴 還有心理的依賴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還需要再配合生活作息的調整 最後幫大家總結一下 症安諾學名叫做Aprazolent 是一種中效型的BZD 症進安眠藥 可以作用在GbA進而穩定神經 適應症呢包含了可以緩解焦慮症以及幫助睡眠 副作用呢包含了像是嗜睡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等 不能夠跟酒精一起服用這個藥物 長期使用可能會有成癮的情況 如果成癮了 突然停藥就會有戒斷的狀況發生 所以在使用這個藥物呢 一定要經過醫師的指示才可以服用它 那今天我們就介紹到這邊 喜歡的朋友歡迎訂閱留言分享 我是威廉藥師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